想象知道比亚迪琴plus荣耀榜榜上市以后 它的订单量和交付量到底是怎样的 那么今天我拿到一组数据 比亚迪官方宣布在发布后的首周 比亚迪琴plus荣耀榜 订单量达到了23,590辆 这仅仅是一个星期的订单量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订单增长速度的话 一个月的订单量就接近10万辆了 不知道比亚迪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产能 如果产能没有那么大的话 销量一定是会低于这个订单量的 那么今天我们依据董车弟发布的 一个2月26日至3月3日的周销量 来看一下比亚迪琴plus荣耀版的一个具体销量 在2月26日至3月3日的这一周 比亚迪琴plusDMI的销量达到了10,228辆 而比亚迪琴plusEV的销量达到了3773辆 这两个数据合计起来是14,001辆 所以即便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销量去推算的话 3月份比亚迪琴plus荣耀版的一个销量 大概率会在5万到6万之间 甚至很有可能突破6万辆 那么我想比亚迪琴plus荣耀版的热销 最主要还是来源于 一款新能源车居然要比纯的燃油车还要便宜 这就是比亚迪行出的这个电比油低的这个口号 给了大家很大的吸引力 8万块钱基本上只能买到合资紧凑型车的 这个盖中盖版本 但是这个比亚迪琴呢 却能够买到这个配备有很高的一个智能化 以及一个非常低的使用成本 这样的一个国产新能源车 不知道后面的话 合资品牌的这些紧凑型车将会如何的应对呢 那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看到了 我们国产品牌的一个异军突起 不断的崛起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的国货之光加油